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看到有一个黑苍蝇把一个穿着白袍的给戳死 没文化的老父亲 这个游戏当中呢 光精灵和暗精灵一直在争夺这个世界之光 后期带着米米尔过来看这些符文 还好有补充说明 上来的这场战斗呢 不用管左边那个人 先打右边的 右边这个人他下来就防御了 他要是运势小不防御的话呢 就直接一斧头就定墙上了 他是防御的话 这个右边这个就来不及 这里我们的这个等级差已经是可以把这个两枝的敌人直接定住了 直接这个用重攻击啊 扔斧头的重攻击他就会把他冻住 然后这个时候你再踢他一下就可以把他踢到这个墙上 然后就碎了 这里的这个战斗呢 基本上都是要通过这个要不就定墙上 要不就是打到悬崖下面这样子 这个这边还有一个莫斯贝尔海姆的符文盘 第二个了 之前第一个是在那个消防栓啊 一共四个就可以去火之国度 穆斯贝尔海姆了 那个是一个刷刷刷的地方 尤其通关之前就可以去 但是不建议 好 我们前面又可以看到Sindry了 矮人工匠无处不在 也就是这个商店 好 我们先把这个列为坦之府 主武器升得急 之前上一关我们打了那个石人魔那个独眼巨人 不是掉了一个冰霜火焰 这个爪弓的话需要这个斯瓦塔尔福海姆的这个叫什么 纯钢啊 这个如果不做支线任务在现阶段是拿不到的 所以说就先不管了 剑筒可以升一级 其他的不用管 剑筒升第二级有点贵啊 不升了 然后这边开麦这个狼皮的护肩啊 跟我们野猪皮护肩稍微好一点 它是二级的 初始二级 那么我这边呢就打算不买了 咱们忍一忍 直接过渡到三级 钱就省下来 八千块钱也不便宜 然后这个伏饼的话咱们一直没有拿到好的 这里这两个三级的 尤其是第二个这个轻巧战争伏饼 其实还可以 但是七千块钱也有点贵啊 还是省钱为主 以后支线任务去拿那些伏饼比较好 然后这边护肾服开的两个非常好的 一个是永久 这个嘛 永恒狂怒啊 这个是可以帮你回复这个暴气怒气值的 然后还有这个是这个解放潜能啊 解放潜能 现在没材料做不了 这永恒狂怒 如果说你之前没有拿那个黄金护肾服的话 你可以买一个 这个嘛也都是二级的 然后你迟早也要买 当然现在我们现在不是很紧缺 所以说就不买了 反正都是二级的护肾服用 现在这个也够 怒气也没有那么需要 这里这个斧则升到三级啊 给开了新技能 给升一下 有一个叫烈维坦之怒啊 是一个冲刺当中重攻击吹飞的技能 非常好用 然后空手的时候呢 也有一招吹飞技能 就是这个肩膀冲撞 这招虽然说从这个吹飞距离也好 这个暈眩值也好 都比这个默认的斯巴达脚踢要好很多 但是我还是决定升一下这个烈维坦之怒 这两个 选一个升升就可以了 看你自己习惯 因为这个空手状态下已经有这个斯巴达脚踢了 而这个拿斧子 拿五次形态下还没有这样的招式 所以我就升了这边这个烈维坦之怒 而且这个还便宜一点 1,500 然后这个藤曼的迷奇呢 是在逐渐增加难度 原来是一个 后来变两个 现在是三个 像这种三个连成串的 你要把同时把三个都打掉才行 这里我们把船放出来就可以划船走了 划水的老父亲 好 这里可以看到 树上有结了个果子 但是我们在船上是不能扔斧头 扔武器的 也不能让Atrex射箭 怎么拿这个东西呢 我们先上岸 从岸上把它打下来 然后再去拿 从这个缺口望出去 不是非常明显 但是你隐约可以看到这个果子的下端 像连棚一样 然后我们往上描一点就可以打到它的连接部位 就把它打下来 后期像这样的就是在岸上打 然后在水上捞的这种果子还有 大家可以留意观察 这个东西掉在水里呢 是可以让儿子捡的 是个爱吉尔的黄金 爱吉尔是谁 爱吉尔是海神 但是和尼尔德不同 这个我们等会再说 好 这里可以看到有个电灯泡 我们现在来看冷却是10 我们看拿下来 世界树的露珠 永久增加2点冷却 我们再看冷却变12了 这个看到还是要收集一下 因为它虽然加的不多 但是它是永久增加的 跟你装备没关系 这次是要命运 再看净 我又不想说什么 回来 因为是你说什么 我专心的 我专心不听就知道 你不听听吗 反正这种声音 我就不听听 它是现在讲出来 我在嗤个声音 很多声音 我惹 你真的不听听说什么 真的不听听 儿子有点幻听 其实是能够听到一般人听不到的声音 包括一些死掉的人 曾经发生在这儿的一些事情 有点预知 一看到这个白袍 白袍这儿有光精灵 他的旁边有那几口钟 一看就知道有这个命名女神宝箱 但是从这儿上不去 要滑到湖上 然后往右转 从那个小岛上上去 光精灵和暗精灵 这个暗精灵 北欧神话里本来是没有提到的 伊米尔死了以后 受光处的那些生出来的蛆虫 就变成了这个光精灵 背光处的呢 就变成了这个矮人 没有这个暗精灵这一说 而后人的这个艺术加工啊 慢慢就多了这样一个暗精灵 感觉好像是从背面 那些蛆虫就变成了暗精灵 正面的变成光精灵 这个游戏里面还加入了 这个光精灵和暗精灵 这个万年战争 争夺世界之光的这样一个设定 不过这个暗精灵的设计 还是非常还原的 毕竟是区变呢 长得非常像虫的苍蝇 光精灵的话 可能也没好到哪去 只是我们看不见 那披着袍子 好 这儿的话 往中间光线走呢 是主线巨型 然后往右往左 各有一小岛 往右这边呢 除了我刚才说 有一个女权宝箱以外 还有一个不错的护身符 然后还有一个猎系的战斗 这个建议大家过来 把这个宝箱至少拿掉 其他倒是无所谓 我这里没有拿呢 是为了节省时间 不要两个地方来回跑 船上呢 两人会有一些对话 这个时候 你如果中间上岸了 话没说完没关系 下次上船会接着说 比如刚才就没说完 我们等会上船会接着说 好 这一场 战斗上来先到左边 把他踢下去 然后把中间的给定住 没准准 错误了示范 小心这个背后有人偷袭 还是要先防反一下 这个不着急去踢他 先把这个要攻击你的 给防反掉 儿子非常屌 牵制作用 这里如果打得好呢 可以这个每一个都把他 每次攻击的时候 你只要对准方向 都可以把他弹下去 他如果起飞落地呢 肯定在你背后 所以直接转身就行 空中的这个波 其实还是比较好躲 当然像刚才这种方向滑错 什么就很尴尬了 这边的这个地形呢 不是很好打下去 背面那一侧比较容易打飞 这种光精灵 反正基本招式就那么几个 要么就是过来二连辉 要么就是这个 仿光球 对付他的方法呢 主要还是用斧子飞出去动住他 重攻击飞出去动住他 然后踢下去 或者踢墙上撞碎 像这种的话 可以尝试飞过去直接劈 但是刚才没有儿子牵制 所以说这个 没把他这个 没把他震下去 他如果在空中呢 你飞斧子是只会让他落地 不会把他动住 一定要踩在地上 而且没防御 这样的时候 人斧子才能把他动住 现在我们看到 有的敌人是黄色血淘 有的是绿色 有的是橙色 这就说明咱们现在的这个 等级呢 比较正常 比较科学啊 既不是太碾压 也不是这个 也不是太这个 太弱机啊 如果你发现 所有的敌人都是橙色 甚至黄色 还要一大堆紫色的时候 那说明你的装备太低了 等级太低了 要去练一下 如果你发现大家都是绿色的 黄色的 连个橙色的都很少 那就说明你这个装备有点高了 让主线剧情打下去 就会没什么难度 你可以自己判断一下 来决定要不要做支线任务 但实际上支线任务难度也不低 所以说这个未必是做支线任务更好 有的时候推主线剪的装备更好 然后刚才说的右边的岛 左边这个岛也有东西 一个奥丁度压 一个这个重攻击的卢恩符文 一个时空裂隙 还有一个密室 除了这个密室的话呢 其他东西都是可以拿的 但是一样不建议现在来 因为这个地方的时空裂隙 现在暂时还触发不了 咱们以后就 争取一次搞定每个小岛上的事情 大家自己打的话 可以去一下右边那个把那个 把那个女生宝箱命运女生宝箱给开了 那里面是伊登的苹果 右边这个小岛上 那个猎蝎战斗还有点难啊 小心一点 如果打不过就算了 不要去作死 我们以后装备高了再来 过完这个亚夫海姆的主线剧情 回来打就可以了 好 这场战斗还是有点难度的 因为敌人太多了 四面八方不太好这个判断 我们先把这个靠近悬崖的给定下 这种弹反 黄颜色的血条可以弹反直接吹下去就非常好 这个踢的角度不太好 诶 这个没踢下去 可能是因为场景设计的关系 不太清楚 那两个暂时被吹的有点远啊 可以先打这个 看他落在悬崖边了就不要错过这样的机会 这个人其实也差不多了 运气不错 这个人自己过来凑了一下 把这个动住敌人踢向另外一个敌人的时候 是可以把他们也动住的 如果你把一个敌人 动住敌人踢到一大堆敌人中间 那一堆一大堆敌人都会被动住 就是进入这个冰冻减速的这样一个状态 就非常有利 看来靠墙我们定下 直接砸碎个完事 刚才说的这种就是动住一个 然后把他踢到一堆人当中 然后减速一大片 这个技巧还是比较好多 只是这个实战当中不一定有这么好的机会 我说会手脏脚乱 刚才这场战斗你暴气也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后面怒气会给你补 因为刚才这场战斗确实人比较多 你用暴气这个三角形震下去 重攻击震下去几个也是不错的 尽量减少这个人的数量 敌人数量 这样打起来就会非常好 轻松不少应该说 你如果用斧子把这个敌人动住呢 他的晕眩槽是不会长的 即便你用徒手攻击也不会长 这个要注意一下 先把它冻住 然后晕眩槽打满 然后然后把它处决 这样这样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 好 这刚才那个这个藤蔓需要稍微有点解密啊 是要把斧头收回来的时候 把这两个毒瘤一次性打掉 然后这里宝箱里面 我拿到一个叫下击之爪 下击是谁我不做介绍了吧 第一集我讲过了 下击之爪呢 还是还可以用用的一个重攻击 所以说我还升了一击呢 升级前呢 他只是抡出一道这个刀锋啊 升级以后可以蓄力抡出三道 升一击就够了 还是比较好的 好像刚才这种情况 敌人刚落地 attress射一箭牵制他一下 然后接这个重P 这个套路是非常不错的 特意店给大家 attress的主要功能是牵制和补刀 好 这里这个重甲兵他是一级的 所以不爬 他任何攻击都可以直接 把他弹下弹到楼下去 好 我们看背后还有一个万精灵 先把这个甲头打掉 这个甲武威胁比较难 重点兵走的反正也不快 慢慢来就去了 虽然是绿色 但是还是动不住他的 我们滚一下这个符文盘 可以看到远处有一个女神宝箱 命运女神宝箱 这里我们先打掉一个 把这个盘子转一半 转一半以后 先打掉一个 然后把这个东西动住 动住以后转身下去 还有一个 看到上面还有一个宝箱 回来说刚才艾吉尔没说完是谁 艾吉尔海神 跟尼奥尔德不同 尼奥尔德是华纳神族的 他是管这个近海就是什么沙滩啊 海鸥啊这种 风平浪静的海洋 那个艾吉尔他是个巨人 他管的是那个深海区 就是 狂攻暴雨的那个大海 好这里拿到一个新的装备 二级的直接装上 所以说刚才如果你要是买秀套了 买这个B套了 好像不太对了 万甲万甲 买了万甲的话那就亏了 这边马上可以捡到二级的 而且这个属性还可以 好这里拿到伊登苹果 如果刚才你去了右边那个小岛 去拿了那个伊登的苹果 那么这刚好凑齐三个你的这个 血槽血槽上限就会增加 那么你整整个这个 亚夫海姆的流程的后期都是 以这个长的血槽的方式进行 对你会有比较大的帮助 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去拿一下 我这里的话节省时间就不先去了 不然跑两次也浪费时间 这视频越做越长了有点累 这个艾吉尔这个人啊非常贱 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里我们把这个转盘推回去一点 然后动住这个再回去 有一个非常猥琐的宝箱 这个藏的非常阴险 不过战神经常藏这样的宝箱 在这个升降台下面去藏一个 当然这个错过来没关系 因为他给的东西也很一般 降低这个暗精灵攻击的这样一个狗命的 这个护石 你要是没孔你还欠不上 然后可以看到这个关注的牢房 这有一个发光的 这个是个文物 非常容易错过的一个文物 我们这一集不见不到 下一集等到熄灯以后再来见 这个艾吉尔他这个人啊 他非常贪财啊 非常贪婪 所以说他最大的兴趣 就是把远航的那些船只给他打翻 发起这个暴风雨 把他打翻 然后那个船里的钱不是就掉了 货物什么都掉到海里 那就跪塌了 知道吗 非常猥琐的一个家伙 所以我们在海里捡到水里捡到这个 艾吉尔的黄金 这样的寓意 你知道这些游戏后面的背景真实 你就会知道 为什么这样设计呢 包括下击为什么是爪 而不是什么下击的腿子 下击的翅膀 这一段呢是怒气槽无限的 所以说随便用 这也是刚才我说为什么可以暴气啊 这里会把你怒气槽补满 剧情需要 但是这段结束以后也是强制把怒气槽清空的 后面的群众演员是不是不想要变刀呢 这眼泪太假了是吧 双方僵持不下 你一下我一下 你过来你过来 哈哈哈哈 好这里出现两个敌人呢是新的 试一下这个下击之转 哎呦 然后他多的这招这个冲刺过来的技能啊 他出招判定会比较晚一点 你看到他冒黄光的时候 他还要再往前戳一下 为什么没下去 还想飞起来呢 强化版的这个暗精灵敌人 用一下白熊冲锋 可以把他打入这个冰冻状态 不过这个冰冻状态比较短 这个冰冻状态有多长呢 取决于这个招式的这个卢文符文 哎呦 儿子好助攻 取决于这个招式的这个双冻 那个那个槽有多长 就是每个招式不都都有伤害一项 然后双冻一项 还有什么来着 啊 还有个昏迷啊 双冻那个如果能力长的话呢 就可以把他冻住时间比较长 像那一瓦二地的铁针 那个双冻就比较长 然后上面这个宝箱啊 需要到这儿 把两个藤条对齐 一起劈掉才能打开 当然你要是漏掉了没关系啊 这个宝箱里面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是个软钢 刚才那种敌人 刚才运气不是很好 他有的时候是可以这个 格挡以后弹飞 直接弹下悬崖 但是他很多时候呢 就直接会在你格挡以后 直接飞走了 这也体现出他是高级扎平的 这个这个特点 稍微难一点 他会直接飞走 这样你就格挡反弹 顿反就没弹到 这两边两条路都需要水晶搭桥 所以我们走这儿 这儿有一个升降梯 同样也是需要熄灯以后回来拿的 所以说咱们在这集里面也拿不到的 到目前为止 亚夫海姆的文物还一个都没拿到呢 之前那两个左右两个小岛也各有一个 好 从这儿上去的话 又有一场战斗 亚夫海姆虽然说风景优美啊 但是这个战斗里面强度非常高 一场连着一场 儿子刚才非常威武的这个补刀 干死第一个以后 然后这个把楼上那个先扔死 楼上那个很烦 重攻击直接就可以把他给 哎 又是补刀 儿子太屌了 好 这边还刷出来一个 空中他这个高度是刽子手的劈砍 刚好可以劈到了 所以不用慌 直接上去劈就是 然后这边出来一个石头人 这个算是个小型boss吧 怎么打呢 中间这有一个非常好的地形 就是一个柱子 他那个光线射过来 咱们可以打到他 当然你一定要站右边 站左边就不行 因为我们是右手大斧头人 四下轻攻击打中他的胸口 可以让他跪下 然后之后用重攻击打 这样下血快一点 第一轮打掉一半差不多了 打掉太多 后面会刷人 空下血 好 第二轮的话 再把他打出这个硬直以后 你要是没打出来 就可以捡地上那些果子 那个果子扔过去 也是会增加他的晕眩值 打晕以后 直接上去处决 这样新刷出来的敌人 也不会给我们造成什么困扰 直接干死这个 然后再来处理这些杂力 你要是用下击之爪 就可以让儿子射箭牵制定住这个敌人 好 枪法不太好 好 再见 这个 石头人会掉一些比较独特的素材 远古石石鬼的什么心脏之类的 这边又有一个珍贵宝箱 我们拿到又是一个符文攻击 亚弗海姆拿到不少符文攻击 我们看一下轻攻击这个事 尼约尔德的风暴 就是尼尔德 尼尔德 尼尔德 涮脚那个 呵呵 帮大家复习一下 这个咱们咱们等会再换上去 尼尔德风暴算是轻攻击里面 攻击力比较高的一个 但是他这个范围非常近 所以说也不是很万能 而且需要升到顶以后才好用 初级不升级的话 他这个范围也小 而且这个主要持续时间很短 就转两下就完事了 意思哦 我转过来 好 不要跟着儿子走 从这边走 可以拿到第一个文物 亚弗海姆一共是六个 咱们这边拿到第一个 然后刚才那两个吸灯的地方 我说了也还有两个 然后左右两个小岛各有一个 然后最后一个是在 也是在下一集 电梯恢复动力 咱们坐电梯上去 又回到刚才这个圆环的 这个地方 总算是搭桥搭完了 虽然是个门 但是开不了 这也是正常套路 要是直接有门就开了 那就不是游戏了 那就是电影 得让你花点功夫才行 好 我们先往左边走 左边走这儿这个 站远一点 可以把这两个藤条一起劈掉 然后呢打一下这三口钟 里面可以获得一个这个 号角 雪蜜酒的号角 这个奥丁道零酒的故事一直想讲来着 但是一直没时间 这次也是没时间 咱们下一集吧 下一集一定讲 你们提醒我 好这里有我们把这个卢 卢恩符文 他在冷却的时候 你是不能换的 你不能说 蹦放一个 然后换一个 蹦再放一个 那不行 放完以后等他冷却完了 才能换 好 完成了这个对话以后呢 就可以在他这儿做这个远古诗鬼一套 当然现在材料还是差好多 说明这个东西以后也是量产的 要做出这三件 然后深满 需要好多远古诗鬼的材料 你要杀好多远古诗鬼 为远古诗鬼捏把汗 这个Sindry这边 应该还有对话呢 但不知道为什么触发不了 那就算了 下次见他再说 这有一个这个神龛 格罗亚 格罗亚我之前说过吧 就在霍朗格尼尔那个故事里面 但是 但是这个游戏里的格罗亚和神话里的格罗亚差了好多 我们这集呢就讲一讲格罗亚的故事 神话里面的格罗亚呢记载不多 就是这个霍朗格尼尔那场战斗当中 帮打完以后帮这个搜尔雷神索尔 取下了头上的那个石头 但是取了一半呢 雷神索尔跟他说他老公的事 好像快回来了 然后格罗亚就很开心 结果呢施法就中断了 导致有一些石头呢 永远留在了这个索尔的头上 这里有上战斗 要注意下来以后 马上让尔的射箭打断这个家伙召唤 这个家伙是个召唤师 你不打断他 他就会招两个敌人 然后就变三个人了 打断他的话 他就直接让你打了随便随便蹂躏 把他打到冰冻状态 所有能放的符文全放就完事了 这地方你要是让他放出来这个 这个这个砸兵的话就很麻烦 打三个 然后你打死一个他就招一个 打死一个他就招一个 然后你想打他呢 他各种瞬移 你靠近他他就飞走 所以特别烦这个地方 一定要这个想办法 要么扔斧子要么射箭 然后把他这个召唤这个动作给打断 好这边搜刮一下 这场走廊也是比较难的 一个是这个地方 这个召唤师是个比较麻烦的地方 还有就是前面会出现一种自爆的这个眼球怪 你需要把他们慢慢一个一个引过来 然后在他冲下你的时候扔斧头 可以远处可以看到这个距离下我们是可以扔到的 不要冲太快 那把这帮人全刷出来的也不太好 发出一点声音啊 我引一下他们 好看有的冲着黄烟飞过来的那种 就是你打他一下就会炸 但是你要是来不及打掉他呢 他到你身边炸你就会痛 然后杀一部分以后呢 就会出这个暗精灵 出这个暗精灵呢 咱们就退到这个口子这儿 因为这个口子一看就是游戏制作人给你留下的口子 可以让你在这个小缺口那儿把所有过来的人 全堵在这个口子上 这之后你用符文打也好 干怎么打也好都行 还要不然那么大一条通路 又是这个自爆的 又是这个暗精灵 然后四面八方过来 你可能就来不及 让他们全堵在那小口 这样这个暗精灵炸到还会炸到这个这个梦也 自爆梦也爆炸还会炸到他队友 还挺好 咱们这边打 注意这个飞过来的这些自爆梦也 继续说格罗亚的故事 格罗亚他呢 在游戏的这个设定里面 给他加了好多戏 刚才从这个神刊当中 我们可以看出一二 这个格罗亚呢 他的丈夫还是阿尔伴祖 这点没有变 然后他丈夫失踪了 这点也没有变 变的是什么呢 格罗亚他是一个先知 然后呢 有一次他的老公阿尔伴祖 跟雷神索尔一起出去了 他本人是个巨人 这点倒是在神话里面没有太多记载 但是在游戏里面认为他是巨人 那就他是巨人 因为巨人神刊上面登在记载的 基本上都是巨人 这个他跟他老公 虽然是一名巨人 但是跟这个 索尔一起出战 应该是被索尔 拉抓 抓撞钉 抓走 一起去办事 回来呢 只有 索尔一个人回来 索尔跟他说呢 他老公这个 Randal呢 脚趾被冻伤了 然后呢 他把他装在一个箱里 背回来 然后在渡河 渡完河以后 这个不知道什么地方呢 就把他给弄丢了 好随便的故事 感觉 你看就是 索尔自己瞎编的 这边这个 虽然看上去只有两个 实际上好像有三个 到对面过来打一下这个东西 再回来 去捡那个宝箱 那个宝箱里面又是一件装甲 又是二级 咱们又可以提升一点 腰甲 我们换上以后 发现这个等级啊 差一点点就到二了 怎么办呢 我们替换一下这个符文 这个符文二级 把它替换成三级 就完事了 刚好二级 像我们人物就二级了 其实差别也不是那么大 至少在精灵国是 哎 这个 Groia的老公 Arvando的脚趾动伤 这件事情呢 神话里确实也是有记载的 当时Saur说的是呢 他你老公这个脚趾动伤了 然后我就把他这个 这个动伤脚趾给切了 让他整个脚就不会 走不动 是吧 动伤部位进行了手术切除 虽然可能没有消毒处理什么的 也没有风和伤口 那么在这个游戏的背景故事里面 这个Saur说他脚趾动伤以后呢 他用楼筐背着他 结果路上的弄丢了 所以说就消失不见了 回来就他一个人 让Groia不相信啊 所以说他就 他因为是个先知嘛 所以他想去 这个 看见事情的真相是吧 他要搞这个巫术 搞这个魔法 搞这个卢恩符文啊 想看他老公到底在什么地方 里面看这个战斗 这场战斗啊不要着急 不要着急 虽然看到有一个召唤师 但是现在我们同屏 有那么多人的情况下 他是不会找的 召唤师只有屏幕上 敌人少的时候才会找 这里呢我之前是这个 放错了一个技能啊 放错了技能 把这个尼尔德的风暴先放出来 不然的话 靠近这边悬崖 然后放一个尼尔德的风暴 就可以把这个召唤师给打下去了 我们主要的仇恨还是在他身上 好打下去了 让儿子先置一下 然后批飞 他空中放这个光球呢 也是可以残反的 我们把他看见运渐值快打满了 就直接打满 打满以后处决 然后这个Groian呢就想办法去看这个 去图书馆查资料了 然后呢他这个随着他探索这件事情真相 他发现他自己的这个魔法能力也是 预知能力也是 越来越强了 他预言能力越来越强了 到最后呢就变成了一个单纯的这个知识 对于知识的这个学习 学习是我快乐 导致最后众神之父奥丁 有时候都要来问Groian 让他看看这个现在 你说这个事怎么办 这个后面以后会怎样 让他这个预言一下 所以他的法力可以说是非常强的 但是即便如此呢 他法力已经这么强了 他还是没有看见他老公在什么地方 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这个 他老公的死被奥丁下了这个 魔法封住了 所以他看不见 这边把这个远程的这些自爆的 先引掉以后啊 到这儿来 这边又有一个 你看他要召唤了 直接把他打下来 封面牵制他 然后吹飞 飞走了 这边 这边 战斗场面比较混乱 但是场面混乱不要慌 优先解决这个自爆的 你最近过去的时候没打到 有时候收回斧子来 也是可以打到的 这种就是高级敌人 你弹反他 要他会追走 好打完了 思路还是优先解决这个召唤石 好 然后这个格罗亚呢 随着他的法术能力见长 越来越厉害以后啊 他有一次啊 拿到一个非常远古的这个符文 然后呢 他把这个符文打开以后 唱了一段这个吟唱 法术以后呢 他看见了这个 一个非常神奇的线 神奇的一个景象 他看到什么了呢 首先啊 他看到了 连续三年的冬天 然后呢 他又看到天空碎裂 大地颤抖 然后呢 他又看见了一柄火焰巨剑 还有一条非常大的狼 他看到什么呢 叫做诸神的黄昏 知道的同学 又可以看出来了 是吧 这边要解个谜题 这边解个谜题 先从这个深色的开始打 每根藤条上面都串着三个球 每次都要一斧子 把三个球都打掉才行 所以有点混乱 找找到底是哪个藤条上的三个球 是连在一起的 除了这个刚才说的那一些啊 看到的景象啊 他还看到了一样东西 是一个白色的鬼魂 带着他年轻的儿子 原文是这样说的啊 原文是A pale white ghost 这个暗示可以说非常明显 是吧 奎爷的绰号叫什么 ghost of sparta 是不是 也就是说呢 他看到了诸神的黄昏 而且他还看到了奎爷参与到其中 就在这个时候呢 奥丁发现在宝座上 发现事情不对的 远处的图书馆里面有 有不祥之光 肯定是这个格罗亚看到了非常厉害的东西了 看到诸神的黄昏了 这个东西是保密的 只有奥丁知道 反正他老婆也知道 这个事情其他神是不知道的 既然格罗亚看到了这个景象 那么奥丁肯定要过去 第一还要把这个 他看到的景象 占为己有 把他的知识占为己有 另一方面还要杀掉他 到了图书馆那儿呢 格罗亚还没有发现大难临头 因为这个奥丁经常过来 问他这个咨询是吧 咨询问题 让他预言这个预言那个 所以他没没注意 结果呢一进门啊 奥丁就掐住他脖子 让他把这个 刚才看到的景象说出来 然后就威胁他 就说你要是不说的话呢 你就跟你老公一样的下场是吧 就像我这个儿子 扫尔干死你老公那样 格罗亚突然就明白了 是吧 为什么他法力那么强了 还是看不见 他老公在哪呢 就是因为这个 阿萨神族的勾导 是吧 扫尔是把他老公杀掉了 然后呢 奥丁又施了法术 让这个真相封印起来 好这里我们来到了这个 苍蝇老学 这里你如果仔细看的话 会发现啊 还是不要仔细看 有点恶心 这里有大量的这个暗精灵 刚才我是提前把这个 卢恩轻攻击呢 换成了这个赫尔之处 因为这个东西是 几乎是全屏攻击 范围比较大 这里会需要这个 进行一顿清场的操作 上来先放一个赫尔之处啊 然后不断往前突进这儿的敌人都非常脆 都是一级的 唯一就是要小心他们的这些 这些这个这个会 需要格挡这些攻击 因为人太多了 这直接砍过去也是可以的 当然爆个气会更方便 这里呢就直接用清攻击一段 人如果不多的话 一拳就可以打开通路 然后直接在这个 瞬移一下 这个闪避一下再上去打 然后基本上爆气这一段打完以后 你的冷却时间也差不多了 如果人还没清干净呢 再用一下赫尔之处 就完事了 这里如果冲过去的话 后面那些敌人会被刷掉 所以不着急 这段其实也不是很难嘛 就算被打到也下不了多少血 然后你打敌人基本上两刀一个 刚才还有一点没说完 然后呢 格罗亚听说了这个 知道了这个真相以后 他就更不肯告诉奥丁 他所看到跟我写是不是 你让奥丁说没关系 你不告诉我也不要紧 然后呢 他就把这个格罗亚给掐死了 然后把他的书 还有他的这些知识 全都占为己有了 就是在刚才那个神龛上 看到的那一切 听完这个故事 你再回去看看那个神龛呢 你会发现画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 这个现作非常重要是不是 甚至说可以说是射击剧透了 奥丁他是知道 诸神的黄昏 发生的时候 奎爷是在场的 甚至说奎爷是触发的 重要因素之一 当然这个故事我们要到下一步战神 可能下一步的战神才能看到 但愿意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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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用它去最后的一步 你给了我个武器吗 我给你拿捏你的武器 我让你捏你把武器 可是这也不奉了 打光真的很重要 你看光线的变化 不但奎爷看上去腿很长 连斧子的腿都很长 我们拿着这个彩虹桥 进到这个亚夫海姆之光里 然后接下来 这一段就有点像战神三结尾 那个寻找心中的 那个潘多拉的盒子那一段 可以看到老婆的骨妃挥走了 老婆的灵魂忽悠着你 这里看到的一大段景象 有的是过去发生的 有的是将来发生的 也就是游戏后期会遇到的一些场景 当然你第一遍玩的时候 不会有这个感觉 通关以后才回来看 就会发现好多伏笔 我没有认识他 但他不认识我 他不认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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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认识我 他不认识我 他不你 他不认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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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来到了这样一座吊桥 记住这个吊桥 当年9s 是吧 是吧 他不认识我 他不认识你 这儿子吊炸了 谁才是战神 要不要不斧子你来用吧 我这个弓箭给我 我打辅助很强的 我跟你说 好这里我们因为拿到了 这个亚弗海姆之光 所以说可以附魔了 给我们的弓箭附一下魔 获得儿子的新能力 光剑 原来是默认的箭 现在就变成光剑 当然这个也没有 这个数量的限制 只是有这个冷却世界 我们赶紧把儿子的技能生一下 现在两极可以生这个光芒之力 这个是增加光剑的晕眩值 光剑最重要的用途之一 就是晕眩 第二个用途呢 就是削弱 削弱呢 可以让敌人这个等级下降 隐藏等级下降 变得这个一蹶不振 打起来就很方便 有的时候动 原来动不住的敌人 也可以动住了 原来不能吹飞的敌人 也能吹飞了 非常实用 然后这个 晕眩的话就更实用了 后面好多敌人 都直接标标标三剑 就直接出这个R3提示了 非常好用 而且这个射箭的射程还挺远 你看 刚才那段音乐 就是在回忆最终的那段音乐 在这个异世界穿越的时候 这个音乐在之前 老妈葬礼的时候 也出来过 我们不生产水 我们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 我们现在拿到光剑以后 就可以触发水晶了 然后大部分的水晶 有的是长在墙上的 有的是掉在地上 掉在地上那些 我们就要把它搬到地座上 然后再让儿子射一下 就可以搭桥 但是有的水晶 它还可以用好多次 就是相当于底座有好多个 但是水晶就一个 那么就要搬来搬去 这个过程其实比较无聊 我们又拿到一个这个三级的护石 应该叫符文吧 继续回来说刚才那段音乐 刚才那段音乐呢 本来啊 游戏这个音乐制作人说 本来是作为奎爷的主题曲了 后来写完以后发现这个有点悲伤 是吧 奎爷的主题曲还应该再稍微攻一点 是吧 在一点 在有点凶的感觉 所以呢 就改掉了 改成了这个老妈的主题曲 还是挺好听 这里又会遇到这个自爆的梦魇 稍微靠近一点 引诱他一下 然后趁他冒着黄光的时候呢 把他打掉 这个之前我说的 格罗亚的那个故事 格罗亚的故事不是我自己杜转的 这个故事呢 是收录在哪啊 收录在游戏官网提供的这个叫做 北欧神话中失落的章节 这样一个节目当中 是一个这个广播剧 也不算广播剧 就是听广播讲故事 然后呢 后面接一段制作人采访 大家有兴趣可以自己去听一下 这里会刷两个敌人 但是难度不大 我们直接光剑射击就行了 敌人出现这种紫色 就是被削弱了 这个站位不太好 这个节目呢 如果说你是这个iOS主机 iOS的手机系统 这样的话 你可以在这个自带的那个APP 那个播客里面搜到这个节目 如果你是安卓手机的话 应该也有一个什么 好像叫Google什么 Music还是Google Play的 那个里面也可以搜到这个节目 感兴趣可以自己去听 不过是英文的 那个东西呢 他翻译过来呢 就是 北欧神话当中失落章节 其实 所谓的失落的章节 就是游戏杜撰的章节 他为了 补完一些游戏的设定 所以说呢 对北欧神话里面提到不多的内容 或者说没有这个着重刻画的这些内容进行的这个脑补 召唤是第一时间解决的 脑补完了以后呢 就形成这个所谓的失落的章节 但是这个东西虽然说跟神话不符 但是对于这个了解一些游戏的背景还是有用的 哇 这个飞得好远 这个格罗亚的故事呢 就是其中之一 你要是光看那个神坛的话 你不会知道那么多 对不对 好 这边又会刷两敌人 我们来一个预判 是吧 掉下来就把他定墙了 哎 死了 然后这边这个呢 就这边过不去 就从左边走 然后儿子不断射箭 削弱他 然后来吹飞 非常轻松 儿子现在已经非常厉害了 不能说是主力输出吧 但是基本上怎么捕刀呀 削弱啊 辅助呀 特别实用 好 这边拿到一个也非常实用的 叫外遇风暴 外遇重击 这个东西我们也深一下 这个跟下击之爪是一个意思啊 一个是纵的一个刀光 一个是横的刀光 那么这个外遇重击更好用一点 因为他这个横的范围大 而且蓄力时间也稍微短一点 两个技能都是30秒冷却 还挺好用的 我把这两个都升到了两斤 以后就是我们的这个 主力的输出 尤其是这个外遇重击在轻攻击里 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技能 可以用到最后 然后我们把这个水晶放到这个石 这个这个底座上呢 这个石碑上会出现蚊子 但是儿子好像不理我 儿子有点膨胀是不是啊 让你毒你还不毒了 这边应该是出了一个bug 直接restart 照理说你把这个水晶搬掉 上面的那些字就消失了 他开始记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把他拿掉了 不用在旁边等着 我们来到了这个刚才打不开的门的反面 这里我们先不着急去搞这个门 我们上去还有一个宝箱可以拿 刚才忘了说这个这个节目的英文叫 The Lost Pages of North Myths 你要是搜中文什么失落的商店 你就知道了 让你去官网看也可以 然后上面这三个钟呢 游戏里的这个自带吐槽还是挺好玩的 这三个钟位置比较巧妙 所以要站在一个特定的位置才能达到这三个 而且他时间非常短 这个游戏里面现在有两个人在一起了 他这个对话就会这样多 所以说呢 时不时的为了防止你玩的时候 跑来跑去无聊嘛 他就会经常对话 然后呢 这个他们说话的时候 我说不说这个就很尴尬 是吧 我要是每次都等他们说完 那我就不要说了 老子在那说话 后面加入了米米尔以后就更烦了 那家伙还要讲故事 之前有同学呢说 这个游戏视频没关系 是吧 我们就主要是听听你讲故事就行了 游戏已经白金了 但是也有的同学说 游戏人物说话的时候 你能不能不要说话 所以说这个事情也是众口难调 我就尽量这个 不在他们说重要的话的时候说话 把这个能讲的内容呢 压在这个 赶路的时候啊 把战斗的时候给他说掉 虽然做不到两全其美 但是大家都各退一步 我们这边门打开以后呢 光精灵就回来了 我们把这个暗精灵都涂光了 一股来自这个遥远 大地的 未知力量 干预了这个光精灵和暗精灵的战斗 战争 本来这个光精灵都被杀得差不多了 结果被翻盘了 然后我们来这边 在这个Sindrae这儿 终于可以触发那些具体 这个这个对话 首先是这个 开了门以后呢 Sindrae就会给你支线任务 这些东西是什么 那他去哪里 那他收到哪里 他收到哪里 Fafnir是 我们说的 我们说是 收到哪里的 收到哪里的 技术的技术 更多他购买 更多他欣赏了 没有尽力太危险 没有尽力太危险 他曾经在深入 涅腾上 为一种码码码码码码 好 这样就算接下了支线任务 法夫纳的储物间 法夫纳 那这个大家可能在其他作品当中也听到过 就是你们听到了这个人 但是这个你们听到了这个作品是什么 对他改编了多少 那我就不知道了 这个关于法夫纳的故事 我们在做这个任务就在说 这个语气特别好 奔到位 这里有一大段队话 那么小的语气特别 当你发现的质量 的识识我 那我身体有 哪里的编写 哪里的编写 的编写 哪里的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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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我不想 不,我只是不舒服 直到那天,Vanir的妻子把我拒絕 她在她的魔法中 有百分之一的小怪物在我們身上 太小了,你甚至能看到他們 不 是真的 如果他們在你身上 他們會令你癢 但妻子告訴我,有一個石 沒想到在這麼早的時候 就發明了寫回應了 華納神族,法力無邊 唯一能聽到什麼意思 嘗嘗到清爛的色彩 它會改變你的皮膚 這代表永遠 我不會提到他 你也知道他 你也知道他能夠感到 我相信這就有意義 Sindry 你不就不跟你的弟子 我? 跟他嗎? 因為他是一種狂狂的狂狂 不可不可以改變 因為他說最可惡的事情 好,对话终于完了 Sindry和Brock都会给你支线任务 每人两个 然后四个都做完 还有一个合体任务 这个任务是做完 一个接一个 但是也跟主线剧情有关 所以说Brock的任务也可以接了 Brock的任务其实更早一点就可以接了 在来亚弗海姆之前 你只要知道他这个任务在哪 就可以 这里这个暗精灵之王很不爽 我们这个帮 无意间帮光精灵翻盘 但是呢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之前海这个湖面不是开了吗 所以围不去了 所以只能坐电梯回去 从下面走 那么这一期的节目呢 也就差不多到这儿了 好吧我们存个档 我们下期再见 哦对了 不要忘记看手柄军的神秘节目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